各位夥伴你今天生我了吗 我跟Canfire团队有开发新的商品 首先是一个一物两用的一个泰杯碗 首先呢我们采用的是独自开模设计 它可以无线堆叠 再来采用了钟表工艺的黑色PVD表面镀膜处理 加上漂亮的雷射雕刻 而且前面可以置放的是筷子 还有汤叉 这些都是Canfire的商品哦 再来是一物多用的锅碗带 它同时可以收纳 再有沥水的功能 可以无线吊挂 可以无线延伸扩充 我们好好介绍它吧 首先来聊这个露营餐具啊 其实露营餐具有各种材质 不锈钢、铝、钛、木头、陶瓷、法郎 都各有优缺点 不锈钢呢耐用、便宜 但是呢重量重 铝呢重量轻 价格也还不贵 但是呢怕酸碱 法郎杯呢重怕敲击 而且呢很难做做复杂形状 不好收纳 木头呢怕热、怕湿 其实也怕摔、容易裂 所以我现在大部分的露营餐具都是以太为主 那为什么需要这么轻呢 其实我一个餐具袋里面啊 里面可能有10个杯子 10个盘子 小锅、小汤叉一堆东西 其实每一个都不重 但全部加起来一袋也是很重 所以慢慢的逐渐轻量化 然后再可以满足我个人野营 或者是登山的需求 首先我的餐具袋里面有很多的碗跟杯 可是我露营酒发现 其实杯跟碗根本就是一样东西 碗就是大一点的杯子 那杯跟碗到底有什么分别呢 我们常常在家里吃饭啊 是以吃白饭为主 所以需要一个比较宽大的碗 能够装满的饭又能够装菜 但是露营的料理并不是这样子 我们很少会吃一大碗饭 然后呢配上各种菜这样吃饭 因为露营的餐点不会这么复杂 餐点不会这么多 通常可能就吃个面水饺 如果吃饭可能就一个咖喱饭肉燥饭 如果是吃一个主食就是烤肉鱼 就是以吃菜为主是一样东西为主 不会这么多样东西 所以其实宽大的碗 在这用途其实差异不大 所以我们设计一个杯子 这个杯子首先要用一个比较大一点的 400ml 为什么要400ml 第一个啤酒罐的容量 一个铝罐330ml 所以它可以完整倒进一罐可乐 一罐啤酒完完全全够用 再来是这个大小 也跟大部分的碗的容量 其实是差不多的 所以你可以拿来喝汤喝饮料 拿来吃饭盛饭盛菜 装你的鱼肉都完完全没有问题 再来是形状 其实露营太杯形状大致上都是这种外巴形状 但是大部分有问题就是 底部这边收脚它是一个直的边 为什么问题呢 我们在野外常常没办法好好的清洗 那直的边我们常用手指在那边挖 要洗那个角角 因为那里就是在那边会藏污纳垢 机油会不好刷 所以我们要在底部这个曲线 让它能够圆弧 有个曲线比较好清洗 然后再来呢 提把 提把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提把一般做两种 一个是呢 像这样提把 伸出去不可折叠 好处呢 方便 调挂 再来是呢 比较耐用 那因为我仿间做折叠提把 折叠提把问题在来说 折叠提把很难完整收纳 它一个比较小 当你有四个五个六个的时候呢 它就很难收纳 折叠的空间反而比较大 那这种键缩式的设计呢 它就可以无限堆叠 我们常常会有些泰杯 我希望买一个300mol 400mol 500mol 去大宗小俄罗斯娃娃套 然后每次都是在那边啄起来 刚才玩的时候觉得很有趣 但是久了就觉得很烦 比如说少了一个 诶 怎么尺寸不太合 然后收发的信用顺序 会议你要能够注意 要不然它就无法像套娃娃一样 完完整整大宗套去套起来 所以我觉得一个大小 无限套是最方便的 当然也有缺点 它是因为有个提板会凸出来的空间 但是呢其实你用多个 其实占的空间还是比较小的 再来聊聊表面处理 它的这个处理一般就是做喷砂处理 但喷砂呢其实有点单调无聊 那现在很多喜欢的是多色 例如说现在很喜欢的黑色 黑色表面处理有很多种 一般呢最普通的做法 做的是粉底烤漆 但那是漆 它不耐热 不耐敲 不耐刮 其实它实际上不太适合 来做在石器上面去 所以我们做的是一种钟表工艺上的 PVD真空镀膜的技术 它是把金属呢做离子化 把金属变成气体 在真空中呢 让这个金属的离子 它能够涂附在这个表面 它在真空中呢 这些金属的离子 能够慢慢的基层涂附在这个表面 而且非常非常的薄 几乎可以不用考虑到厚度 几乎凉不出来 但是它是一个金属在表面 它可以几乎完整的维持了 这个钛表面喷砂的这个金属纹理质感 你摸起来就像这个金属 因为我们就是把这个金属 镀在一个金属上面去 那镀的材质呢是隔 隔是一种高硬度 高耐酸腐蚀的一个金属的材质 然后再搭配表面的这一个雷射切割 所以呢 这个表面镀膜呢 即便我今天拿这个泰餐具 去用力的刮它 它都不会刮伤 先过来各位看哦 我完全不会掉 其实刮伤 我甚至可以敲击 它都不会掉 这是一个非常高硬度的一个表面镀膜 那很多人烦恼是直火 它可不可以直接放在瓦素上面去 比如说煮一杯茶 放在茶屋上面 热个咖啡 它都可以 你直接烧到钛变色 它都没有问题 等一下我就烧给各位看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设计的这个钛杯 但是有个小细节 这个提把这里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上下凹槽 但其实这 我必须说实话 这并不是原创设计 因为我看到有些泰杯做类设计 这设计很棒 因为呢 我们常常在仅有有限的桌面空间上面去 我们需要能够最大化的利用 所以呢 这上面可以放什么 筷子 我们常常筷子用到一半 桌面可能脏的啊 那筷子前面可能没地方放啊 甚至放的可能会滚啊 桌面不平啊 我们这有一个完美的一个筷架 吃饭的时候呢 可以这样拿去吃饭 可能这样先吃一吃 然后暂时需要放的时候呢 一压 它就可以完整的缩绕在这个位置 然后前面呢 也不会碰到 这也算是一个不影响价格 不影响体积 跟人家使用的习惯 可以一物多用 同时呢 这边有一个Canfire的一个筷子 跟糖茶 首先筷子 筷子呢 一般来说 有长一点的 短一点的 可拆卸的 我有用可以拆卸 但是可拆卸呢 不好清洗 为什么不好清洗 因为中心空心的管 或是藏污纳垢 也不容易干 那筷子有些比较长 它其实很难送到在你随身的包里面 其实像就是送到在你随身的包里面 所以我们挑选一个短一点的筷子 一样是全Ti的一个处理 所以呢 供你用一辈子 而且重量非常轻 还有这个汤叉 其实一般路人来说 我们有时候可能不用筷子 可能需要插个肉 我们可以这样直接插个肉拿起来吃 它前面这边是一个比较短的叉子 那一般当汤匙盛饭的时候呢 又不会有影响 这是我目前最常用的 所以我最推荐用的这个汤叉 一物两用 同时呢 它这边打开之后 可以折叠 可以展开 这边有一个固定的卡榫 那为什么需要折叠呢 可以直接放里面去 我今天收纳一堆杯子之后呢 汤匙可以放大概10个吧 可以终到里面去 完整的收纳在这个杯子里面去 那为什么我要选用Ti 首先呢 完完全全不会生锈 补锈钢只是不容易生锈 你直接放一碗露水一碗 还是可能会生锈 你有时候要刷洗 菜就是完完全全不会生锈 它不会有任何的金属有毒物质 再来是耐酸碱 今天呢已经喝柠檬汁酸的 咖啡碱的汽水 任何的料理 甚至这种麻辣锅酸辣汤 甚至酸的热的东西 它都没有任何问题 它是最安全的一个时期 基本上呢 没有更好的材质 再来是重量轻 这里面的这个杯子总共才一个才52克 一个就52克 那OK那没所谓啊 但是像这样的杯子 包裹里面可能有5个碗 5个杯 那这样10个就500克了 你今天如果用一个不锈钢 那快1公斤的 其实你会使用快500克的重量 其实省下很多重量 再来是 Tite的表面处理呢 我们用的是喷煞处理 加上Tite这个耐酸碱的材质特性 它基本上属于一个耐用 可以用很久久 不管怎么用 它都不会生锈刮伤 涂症不会掉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处理的一个材质 这一次杯子呢 我们除了表面做黑色PVD的处理之外呢 我们做雷射雕刻 然后一次两个图案 左边这个呢 是大巴尖山 也是台湾指标性的山 基本上台湾山脉呢 这座山的图案一看 大家已经忍出来 然后在右边真的是玉山 玉山山脉其实很高 但是就算山脉其实是一个严明的山脉 但是我们加上个台湾黑熊 这是台湾目前越来越常见的一个大型的动物 我希望有生之典可以看到台湾黑熊 那这是我们表面的一个雷射雕刻的一个花纹设计 而且我们都会送SGS做第三方检测 都是符合台湾石器的标准 无毒耐用 现在我们就来跟各位做空烧实测 现在直接是完全是没有任何东西 我直接把它烧到变色 各位看 这也是做一般比较便宜的制程表面工艺 分体烤器所办不到的 我现在其实中间已经烧红了 烧到变色了 好 我们现在准备关火 好 我们现在看看它烧的情况 刚刚直接甚至表面透出的彩虹色的纹路 然后中间里面整个都发蓝了 但是涂层还是完整好的 也没有不好闻的味道 它也不会有的路散发出来 就是空烧的事业 等一下我们来一个更激烈的 直接空烧放水急速降温 我们现在做第二轮测试 高温测试之后直接放到冷水里面去急速降温 第一个测试这个表面处理 在急速温度变化的情况之下 热脏冷缩会不会有任何的突然剥落 纳度下降的情况 好 我现在已经烧到底部已经发红了 我先把它给拿起来 3 2 1 哦 超好看哦 完蛋了 各位看 刚刚泡水之后 我觉得它的颜色变化变得更特别了 其实我这样经过这个测试 这个杯子 我真的 我很想再烧一个 每个烧都有很不同的纹路 变化性非常的大 这有点像是水彩的感觉 凸身 完好 没有任何味道 也不会有任何的褪色 接下来我们介绍的这个 涅水制物袋 我们露营运都有一袋 专餐具、锅网、瓢盆、各种东西 但是每次到营地 东西拿出来的摆好 这个袋子就丢一边 每次要收藏就找不到 然后东倒西找 所以在思考这个东西 到底它怎么样可以让它一物多用 不浪费 在你的空间可以充分的利用 我们所有在露营的时候 都有一个利网袋 那为什么不把利网袋 跟收纳袋做在一起 这就成这个Canfire的利网收纳袋 它是像一般的锅具袋 外观尺寸是24公分之几 为什么讲20公分 因为大部分露营的套锅 攜带的锅具 都是这个尺寸为上限 很少的都更大 再大的你可能也不会攜带 所以它可以放大部分的 露营的套锅的锅具 底下我们用的是PVC的胶网布 为什么要用这个网布呢 这是一种把网布 厚的网布直接进到PVC的胶 做出来的布料 它有比以往一般的细的网布 它的强度有限制 这个就算你提很重的东西 它的强度都没有问题 那我们实际上基于实测 这个布料的抗拉强度 平均有到35公斤 所以强度一定是没问题 再来很多网布都会吸水 那有时候东西你晒的时候 水会有霉味会臭 这完全是不吸水的PVC网布 所以它不会有这个问题 首先来看它的外观 它的外观呢 一个提把 两个提把 但是呢 我们在这两侧呢 做了一个环 这环做我们用的呢 我们搭配这个专用的 MOLI的支带 你可以扣在这边 两边各扣上去 可以变成一个提把 你可以挂在树上 挂在你的银柱上面去 挂在你的吊锅网都可以 这地方之外可以做什么呢 这么一个MOLI的孔 可以再挂杯子 所以可以让你无限的挂 好 再来这个地方呢 我们其实有不同的固定的方式 可以在它的侧边来 所以在侧边呢 也有一个 食物网 可以挂 那重点也在这边 这个袋子呢 我们给你两条 做什么用呢 你也可以这样组合做使用 我建议你要吊锅的东西 可能位置比较高一点 它可以做一个延伸 一样可以这样吊锅 那关于吊锅呢 这边就有个示范给各位看 可以这样吊锅 所以呢 你如果还有一个呢 你可以一路串串串 一路串下来 像我自己食物可以挂一个 三个两个都可以 等于让你不同的制物网 都可以吊锅 悬空 避免蚊虫啊 碰到地上啊 脏啊 好像打开内部 可以看一下 这个拉链呢 我们特别选用的是这个 有大扣环的一个拉链 这样拉的时候非常省力 拉链非常非常的滑顺 轻松的开关 内部打开之后呢 内部的上盖这边 也是一个PVC的胶网布 这个位置 所以你看我这边摆了很多的筷子 长匙就挂在上面去 同时呢 它也有裂干的功能 因为它是用这个PVC的胶网布 那我们常用很多的锅碗、瓢盆啊 都怕里面有些不沾锅的涂层 可能会刮伤 我记得要订坏抹布 甚至卫生子之类的 我们直接给你一个保护垫 这保护垫呢 可以放在你的不沾锅上面做保护 但是同时 如果有些餐具 你希望它能够比较有条的摆放 它可以摆在这边去 这里呢 Logo处这边呢 一样可以吊挂 它可以挂在这边 你一样可以做一些陈列展示晒干 或方便你快速的拿取 它可以吊在这边 你可以突然拿把刀 小刀 或者像一些小铲子 可以自由发挥它的创意 而且呢 这个我们一样给你两片 那我现在放了一个 24公分的一个锅具 我现在这里面放非常多东西 基本上一个家庭啊 完整就可以全搞定 这边放大概是一大一小锅 大概四五个盘子 三四个碗 全部放在里面去 底部这边呢 为了防撞 我们刚刚那个保护垫 先把它放在底部 水泥可以拿起来 这样就可以有一个 完全镂空的一个沥水的功能 如果有些锅子让你 怕它刮伤啊 摆上去 可以并并这样子 悄悄碰碰 先把它给吊挂起来 各位看 我们用完之后 就可以像这样子吊挂 各位看到现在就是 实际的吊挂使用清镜 我上面这边呢 用一根MOLI的支带 支付环 把它给刮在这边 侧边这边呢 多了一根拔放在这里 这里呢 你也可以拿来挂 你其他的杯子 也挂在旁边 底下这边呢 第二个袋子呢 一样再用两条MOLI 跟上面来做连结 这样也有双层的一个置物空间 这边就可以这样 轻松的沥水沥干的 拿出来 这样就可以做使用 所以可以依照你的需求 有不同的变化 不同的吊挂 我们素材的录影 都普通一个情况 就是置物空间永远不够 你看我先一个桌子 马上就放满了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利用吊挂的空间 来解为这个置物的问题 所以这就是一个一物多用的一个置物网架 甚至你今天可能是都洗完的放回去 晒干之后的直接一包带走就搞定了 然后这套买来的全部就有这个 沥水收纳袋 两个餐垫跟收纳垫 但记得哦 这个收纳垫并不是用隔渡材做的 所以我们不能放滚烫的热锅上去 它里面泡棉其实会压扁会融化的 还有两条MOLI 连上面有一个D扣 4个露营扣 然后收纳呢很容易 你平常如果今天不用收 就全部往里面丢 两个保护垫往里面收 拉链简单的收起来 然后呢一压 就收纳完成了 就平常可以放在你的收纳袋里面 简简单单的 除了橡胶网布之外呢 我们其他的黑色布料用是600D的锯子纤维 那锯子纤维第一个好处 不吸水 所以它比较不容易 因为这样的沥水啊吸水啊会臭 而且600D是一个强度 相对于这个来说 很高的强度的一个布料 所以耐用度寿命绝对是没有问题 所以整理重量的全套 是重量380克 所以携带上也很方便 很好携带 好感谢各位收看 这是我们今天介绍的 Can-Fi的全新商品 其实整个设计的核心理念 就希望这商品 用好材质 好的工法 好的技术 做出一个可以让你用许久的商品 我们不希望这商品为了压低成本 反而让它可能不安全 不好用 而且我们用科学化的检测 数据化的测试 证明它的强度 耐用度 它的安全 它的材质 都是安全无虑的 所以这是我们核心的理念 希望你喜欢 那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下面留言告诉我 如果你有喜欢的材质啊 效果啊 甚至觉得什么感激的地方 或者是想做更大的更小的 可以下面留言 欢迎你许愿 我们可以尽量满足你的需求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大哥 拜拜